刚刚买了这个排骨 刚好这里有个地方可以做 来尝一尝 味道挺香的 就是有点硬 现在来到了海口的骑楼老街 先去找个东西吃 辣汤饭 在海口骑楼老街这块区域 目测的有间二十家店 这是个很特别的小吃 离开这里的话基本上就吃不到了 所以来到这边就特别想去尝一尝 很多店面看起来都是老店 我就在路边选了一家人气比较旺的 走了进去 菜单很简单 反正就吃这么一次 我就点了个中份的套餐体验一下 里面包含辣汤饭 鸡蛋和辣肠 当然店家还提供辣椒酱和生抽等配料 顾客可自行取用调制蘸汁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这一碗辣汤 这里面有猪肚 猪舌 粉肠和酸菜等 虽然是辣汤 但是里面没有放辣椒 尝出来的都是白胡椒的辣味 还稍微有点臭 我个人还比较习惯这种口味 感觉挺好吃的 唯不理想的 就是这个白米饭 口感没那么好 要是能配上东北大米 那就真是绝了 这家店真是太受欢迎了 角落里这个位置都是我好不容易等到的 里里外外全都做满了 现在还不是正儿八经的饭点呢 所以啊 辣汤饭还是很流行的 骑楼建筑 最早建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 近代才流行于南欧籍地中海一带 并传至东南亚 海口骑楼大多是上市寄出 一批批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借鉴当时的南洋建筑风格所见 骑楼老街建筑群 初步形成于1920年代至1940年代 覆盖面积约二平方公里 共有大大小小的三四层高的骑楼建筑近600栋 其中最古老的建筑四拍楼建于南宋 距今有700多年的历史 海口骑楼建筑作为一种外廊式的建筑艺术 远远流长 它既有浓厚的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特色 又有对西方建筑的模仿 还有南洋文化的建筑集装式风格 并明显受到印度和阿拉伯建筑文化的影响 这些独特的建筑风格形成的骑楼就是一幅风酒画 不过逛归逛 虽然特色商品有很多 但是我从来都不下餐货 至于吃的方面 我还是要争取参与的 正宗海南粉 这家店的环境 看起来真的是很有历史感 像这种木制的房子平常都很少能见到了 至于这碗海南粉吗 里面有一点肉丝 还有脆脆的小片 再加一些花生米 剩下的就是各种料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碗半粉 而且还是凉的 店家倒是非常体贴 配了热乎乎的海螺汤 有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拿完成 对于我来说 这碗粉的口感太黏了 吃的不怎么习惯 汤的味道也不是太能接受 这种搭配的方案 可能还是更符合本地人的口味吧 不过话说回来 吃特色小吃 就得尝尝地道的配方吗 总之体验过就好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您的关注 长按点赞 以及赞赏 都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下期再见